大家好,又到了播送日本小生初考试数学教学方法的时间 从上一期开始,我们逐渐的进入了小学生初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在日本,在中国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 它占的分数的比例不一定是最高的 但是对于整个的一个系统穿起来的东西 是最重要的,而且也是往往是难度相对比较大 容易出一些难度题 当然我这个指的是中等的难度的学校的入学 日本吧,中等难度的学校的入学考试 它是有的时候是最后一道或者是亚洲出现的一些题 这并不是说是所有的学校 当然我之前也说过 日本的这个情况和中国还不太一样 它每个学校单独的命题考试 比较难的学校可以考得很难 就像我第一次在导论里面说的 即使是一个难度中等的学校 它速度问题是重要的问题 但是为了区分开孩子 通常会一两道比较超越的题出来 如果想让孩子考得好一点的话 就不得不去在加深基础的同时 也要接触一些比较困难的题 但我这一套第一套 什么叫第一套呢 就是这一套内容是针对比较基础 到稍微难一点的衔接 是和程度中等一般的孩子来接触 包括在群里面发的一些题 也是大致都是这个范围之内 但我在群里面也跟大家说过 这个群是微信群 微信群的话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的介绍 来加我的微信 然后我请大家到这个群里面去 是微信群 微信群里面我和大家也探讨过这个问题 就是有人问我说 经常问我说 这个需要不需要做 这个需要 这个很难回答 因为也需要也不需要吧 根据每一个孩子的具体的情况 和不同的情况 以及考不同的学校 但我自己感觉到比较好的一个基本的步骤就是 我的这一套内容 下面还有几次 大概加些二十多次的内容 是针对的是 已经基本掌握书本内容 但是还深度不是太深的孩子 当然在这个之前 你不能保证掌握了书本内容 你是大家说学校教的 学校教的肯定不能完全保证 这个大家都有经验 在学校无论在怎么教学习 学习再怎么做 能在完全没有辅导和深入的情况下 很难说哪个孩子就掌握了书本内容 所以在这个之前 那一部分我基本就省略了 它是针对书本上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孩子的教学的课本 课本上的每一个题 每一套题题 每一个部分的学习和巩固 这个之后是这一套 当然这两套跟考试的学校 是不是特别的 针对某一个学校 还不是那么特别的 显得很针对性 因为无论哪一个学校 我的前面这个就是巩固书本 和我讲的这一套 基本的这种 衔接的练习 这是必不可少的 哪个学校都会有这个 在掌握这两套的基础之上 大家可以有选择性的 挑着看一下那个学校的试题 这一套试题 对于大部分日本学校考学的 具有代表性的试题 我在我孩子考学的时候 我自己获得了一部分 有的是找学校要的 有的是他们会提供 这个免费的试题 有的是这个学校进行一些活动的时候 或者是从这个不同的书上摘抄的 或者从网站上也很少 有一些学校会在网站上登录一些 但有的有答案 有的没有答案 有的也是零星的 我自己整理一下 大概有几百套试题 放在我这里 所以下一步 我自己的实际上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些试题 你几百套全做 也不是不现实 做起来也快 但是有的他就有重复的 把这些整理一下 就针对那个孩子的那个阶段 当然要重点分析 他的这个目标学校 然后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样的试题 根据这个特点 看看其他学校的样子 这是第三阶段 就是在前半部分 可以去分成类型 分成这个不同的概念重点 但是是做真题 有一些那个市面上卖的书 也有这个 但是我不太 有的书我不太认同 他的分类方法 也不能叫不认同 他的分类方法 可能针对大众的 就针对我们自己的孩子 他还需要做一些调整 然后 这是试题部分 在试题部分 做的差不多了以后 然后会做一些 针对性的练习之后 就是把这个 可以直接做真题 所谓真题就是 整一套一整套的试题 这个是第三阶段的 第三阶段什么的 第一阶段就是巩固 第二阶段就是 我现在讲了二十多套 第三阶段就是 前半部分就是 试题的分 不同概念 分阶段来做 后半部分可以接触一些真题 真题就是 直接整套的试卷 那样去做 整套试卷做完后 第四部分就又翻回来 可以去找一些 就市面上的整套的书啊 这些来做啊 叫查缺不漏啊 你一个一个弄过去 当然这四个部分 不是说分的那么的细致 说第三肯定完了就第四 或者第二完了肯定第三啊 这个不是 这一面是穿插的 比如说在做第二部分的时候 第一部分也不能丢 做第三的时候 第二部分也要穿插一些 当然是比例会少一些 大概每天10分钟20分钟的前面的部分 把重点放在当下的 到第四部分 当然我自己的孩子 并没有全部完成这些 这是比较理想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到了后来 可能他就有些自己的想法 就有些自己的看法 当然这个是 总的来说是好的 如果他一直依赖于家长 依赖于老师 也不是一个好的方向 所以在前几部分的教学当中 就不断的强调他自学的能力 同时培养他的自学的能力 我们讲的他怎么培养他自学能力呢 这个确实需要一定的经验和设计 然后在里头 比如说当孩子 做不出来一道题的时候 当然从情绪上的抚慰 心情肯定是 并不是正面的 心情难受 当然有极端的 有自暴自弃 或者说怨这个家长不应该让他做这道题 怨这个家长在抢夺他的游戏时间 或者是在为难他 这个特别是在我们自己给孩子安排题的时候是一个坎 不一定自己甚至是有一个世俗救苦补习班里面 也会给孩子出一些题 这些题孩子是否认可也还两可 不一定 而且我们自己给孩子出这些题的时候 情绪的抚慰 跟他说 当然家长首先自己情绪要稳定 你心里再怎么样 你跟孩子还是一个正面的态度 这个也不用多说什么 就是给他把题给他捋清楚 但是怎么让他去理解 怎么让他去明白 一步一步的拆开 而且后面还要记住 所以这是一整套的东西 每一句话 每一个节奏感 这个都是有经验去把控的 不是说孩子一不会 你心里一着急 还说这个不会吗 这个怎么做 很快说完了 很快说完了 其实你就他现在的知识储备 你是否了解 是否能够根据他的知识储备 理解你所说的东西 你所说的东西 是建立在他已有的知识上 还是某些概念 某些东西已经超出了他的知识 即使超出了 我们家长也不一定能意识得到 超出了 有的家长可能认为 自然而然的 他现在这个知识 虽然他没学过这个 但是我说几句 他应该能懂了 要这么简单的 要学校没什么用了 仔细看学校的课本 一个概念 他是引好多好多 就是花很长的时间去慢慢的引出这个概念 这个都是有学习的规律 但是如果某一道题涉及到了某一个概念 但是没有办法去立刻引出来该怎么办 这个就是我一开始讲查核算的时候的前段部分 用了一定时间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证明核角公式的时候 你可以用很多方法去走 但是没有办法去利用现有的 当孩子现在的知识储备 不具备之后的知识的时候 这该怎么办 确实不能跳 但是你说 我就假设他有了怎么就很快 或者说我假设我就直接交给他不就算了 这个是真的要谨慎 就是让孩子可能一两次还行 多次了以后孩子就混乱了 所以我们尽量的把它往下压 像下压什么意思呢 就用最浅显的 用最简短的 用孩子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去解答这个题 而且还不能着急 你让他理解 就是一个节奏比较慢的情况下 用现有的知识是可以做的 那么之后呢 在我们如果题目设计的比较合适的话 就是他就会学会这种 用已有的知识体系来推导现有题目的能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有的能力 现有的题目它必然是要用到 必然只能用现在的知识体系 其实小学大多数的题目来说 如果说你的知识更多一点 你到了初中高中以外 这小学题目就很简单了 最简单 最普遍的就是方程组 二元一次 三元一次 或者多元的都可以弄方程组 这个是最直接的 然后还有什么比例问题 你可以直接算分数比例 排列组合它有共识 就我之前讲的 场合数的时候 几何就更别题了 定理就更多了 就仅仅用初中的知识翻过来 解小学题就已经胜着大办事了 但是你就不能说 教每一道题的时候 都把初中的给他下放了 教 心里就是简单说 就是感觉到很闹心 闹心 现场就扎心 没有办法去沟通了 已经 所以叫知己知彼 知道他的情况下 然后用他的知识体系来推 有的时候会很麻烦 但是这是必不可少的 他自己 这是为了让他自己建立一个系统性的思维 能够有信心和有能力 通过自己的知识来推导新的内容 这个确实很重要 如果真的是能这样做的话 他会比较容易的学会自学的能力 你否则都是用新的知识来介绍 他就会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不会这道题 我很正常 是因为这些东西 新的东西我都没学 然后只要有新的东西 新的武器来了以后 我就可以了 但其实新的东西本身也是通过旧的来推导 他就有家长 他不一定教 有的家长不一定记得 就如何通过这个旧的知识体系来获得新的 即使教了 孩子也不一定能反应完 好像就是从天而降的一个打击 降为打击 从天而降的一个知识就把这个解决了 所以每一次遇到新困难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那个时候我没学了 没学了 要说没学都没学了 你说 是吧 学习总是一步一步来的 所以 可以 不太好让他有这种概念 说是以这种没学为借口 没学不要紧 但其实并不一定要学 才能获得这个知识 可以一步一步的追上来 好 今天我们讲这个流水算的那种 也是这个速度问题的重要的一档 以后还有这个通过算 上次讲的旅人算 那旅人算的话 我在群里面发布一些习题 然后最后一道习题 可能有一些跳跃 也会遇到的一些困难 所以我待会儿我就要举个例子 如何用这种 简单的语言 大概是三四年级孩子 能够理解的语言 来 把这个给他推下去 当然如果按照一般书上的标准解法的话 这个要用到比例 比例大概是六年级以后的事情 其实我在看了以后 我当时给我还讲 也不一定用到比例 可以用比较朴实和 简单的办法给他弄下来 包括这个流水算 我也尽量用这个 比较接地气的 就是朴实的办法 给他一步一步推下来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把这个切到黑板那边 谢谢 好 来这个 开始今天的讲解 刚才我跟大家说是 上次旅人算的最后一道 在群里面的题目 可能有一些困难 我会讲解一下 这个我放到最后 这次还是先讲解 这我们新的内容 如果后面有时间 我看他这个调整 大概有多长时间 可以讲完 我就很快地给他点一下 这个 流水算 什么叫流水算 这个也是日本的 每一次都是用这个日本的汉字来给他表示 其实很简单 就是船在这个水上运行 然后看这个速度 这船在水上运行 看速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跟在地面上 人走有什么区别 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的水也会动 水会动 船会动 然后两个形成了一个速度 那这个是初中物理里头也会接触不少 那那个的核心就变成了方向 船和水是不同的方向 然后船要过河 然后水是顺的往下流 看怎么走 比较合适 但是小学我们这里面接触的 全部都是不涉及到方向 方向只有两种 一个逆水 一个顺水 所谓顺水和逆水 顺水 逆水 顺水 顺水行走 逆水行走 顺水就是顺着水流往下走 船的速度本身有螺旋梁推动的 这个水流的速度也有 水流就是跟着这个冲的这个船往下走 逆水也是 逆水就是船有一定速度 水流就反过来 顺着这个船走 但这里面有比较相当的简化 简化就是意味着 如果是顺水的话 这个船的速度 就是水流速度 要加上净水传速 逆水 逆水就是 准水 逆水 传速 减去水流 速度 最后 最后 这分别就是船的速度 这个是相当的简化的哈 我们知道即使是顺水 它这个船能不能开到净水传速 或者能不能开到 这是跟水的阻力啊 这些有关 你要再往哪一年到了高中大学的话 这个都得考虑进去 但是小学就不用考虑那么多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逆水船能不能动得了的问题 你说是减 这样减好像是有了一个速度 你要在水流要是逆的话 似乎还滑不动呢 就往回 滑不动就回去了 所以 这是一个 问题 在这个里面 嗯 后来也许会涉及到那方面呢 就是 被水定回去了 或者是水流也会变化 但是在这个衔接的部分 我就讲这个最简单的 设例 就比如说 环 顺水速度 顺水速度是16000米每小时 这种写法是有的也会反正这种写法 就是16000米小时 对于日本的小征数大多数都怎么写 他不写速度 他写这个时速顺水时速 时速就是一个小时走多少 16000米 逆水 时速 12000米 问这样的 水速度 就是水流的速度 净水 传数 净水就是水如果不流的话 这个船的速度应该是多少 净水传数是多少 所以 这个 就是按照上面的这层插核算了 就是 有两个不知道东西 一个是水的速度 一个是净水的传数 两个加起来是16 净了以后是12 问分别是多少 可以让孩子复习一下这个插核算 其实你要是给家长看 就是 也看起来可能可以又跑到那个二元一次方程组上去了 它核算 它核算怎么算的呢 就是 比如说水的速度是这样 然后船 船的速度是这样 那为什么船就比水长呢 因为它逆水直数 还有这个 它逆水 它没有 没有把它冲下去 证明这个船的速度什么比水的速度也高 这块是12 两个加起来是16 根据这个线图 如果把这个补漆12加16 16加12除以2 这个是什么 就是船的速度是14 然后水的速度是16减12 砍掉 相当于两种水的速度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问题 当然这个是有太简单了 这两个条件直接问这个 有的它把这个 它不问你这个 它跳过去 如果 水流 变成 4米 4千米 水流速变成4千米一小时的速度 变成这个 水速变成这个以后 那么 A D 将 距 100 千米 问 往返 问 往返 问 问 问 往返 要 多时间 这个,其实就跳了几层了哈,就是,怎么叫水流速度变成4000米,水流速度变成4000米,就是刚才我们算出来的那个水流速度是多少,这是整个一道题,然后问你这个,那第一步刚才我们算了,就是,哎,水本来是2000米,然后船,是, 14,1000米,一小时,这个是我们刚才解答出来的哈,前面我擦掉那个部分,如果是这样,那么水流要变成了4000米,什么意思呢,这个船就,船是净水,这水还不是净水,不是净水的话,AB往返, 那这就奇怪了,我什么叫往返呢,就是去了一次再回来,去一次再回来,那我算单趟的时间不就行了吗,这是之前的那个问题了,为什么还要往返,这里就不一样了,水冲上个往返,水总是往一面冲的哈,比如说水是这样冲下来的,那就是去的时候速度快,这个时间短,回来的时候速度就慢, 时间就长,那水要往这边冲,那水要往这边冲,去的时候顶着水,速度慢,回来的时候速度就长,那真的就问了,那我, 我这一半半算吧,我先算A到B,我都不知道这个A到B是,水是这样流的,还是这样流的,这样流两个答案还不一样,该怎么办哈, 没法算了哈,但是问就问得好,叫我说往返,往返就是,你无论水往哪边流,你水要往从A往B流的话,去的就慢,但回来就变顶水了,然后这个B往A流的话,就去的时候变成顶的,回来变成顺的,那我们就是, 其实,其实再怎么着,都是一个顶着一个顺的,只要我们算一个溺水,一个顺水就行了,如果水要变成 4000米的话,发生什么情况,标志,顺的这个水,就是 14加4等于18千米,溺水,变成 14减4等于10千米 好,18和10,那18和10,这个上次旅人算算完了以后,经常有两种速度,就是 哥哥或者弟弟,或者A或者B,加1,然后一个速度快,一个速度慢,然后互相相遇了, 这个容易混淆,这个要弄清,才不是一码事,也许后面的柿子看起来有点像,但是 千万它不是一个东西 好,18和 千米和10千米,总共100千米,那就是说,如果顺水去的话,时间,按照时间来算,100 除以18,溺水的时间,100除以10,等于,这个是,约分,九分之五十,加上,十,等于,九分之九十,等于,九分之一百四十,等于,一九得九,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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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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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四十五,九分之五,十五个小时,又九分之五,九分之五,怎么划几分钟,九分钟,上次讲过,乘以六十,等于,多少分钟, 三分之五,六十,等于,三分之六十,等于,三分之一百,等于,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算三分之一是多少秒钟, 三十三分 这个是 十五小时 三十三分 三分之一分钟是多少秒 六十等于 二十秒 二十秒 这么长时间 再一个往返 这个是最后答案 一般 你这个他不说时间 你这样答也行 他问你问成什么 需要多少小时 多少分 多少秒 一个碰错的都不行 到这还不行 到这你还要会 九分之五是什么 三十三分 二十分 15小时 三十二十 这个就有点像 考试时候中等难度的一个题了 你得挑好几步 一步 两步 三步 然后到这 可能作为一个天空题来出发 水流速度 这个流水上也是被出一个什么题呢 就是读图的题 读图的题也是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 这里有一个 这是时间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从开始计时 零时刻 一直到这个时刻 当然日文它有些时间 有些繁体字 这个中文它有些时刻 随时和小时都有 所以说小时都有 当然就是 这个距离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动作标 距离 好 再写一个 二十四千米 时间和距离 这个对于孩子 这个对家长好像比较显而易见 就是时间 然后距离 这样下来 对对对孩子 猛然间接触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什么铺垫的话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让他理解 你可以简单的 把这个你可以把它拆开了 比如说 我从观察到下来 当 我有一个 这还都是船 有船 从某个地方出发 一开始的时候 船在这 过了一个小时 船 去哪了 到这儿去的话 这个的距离 是多少 我就把这个 换在这里 两个小时以后 盘 去哪来了 一个小时 经过这儿 经过这儿 这个的距离 二十四 二十四 换在这里 这有问题啊 三个小时 不应该更远了 可是 按照图上来讲 三个小时之后 又回到哪儿 三个小时之后 就到这个地方了 一开始在这儿 一个小时大概走了一半 这个为什么是一半 这个也不好理解 你画条线就是一半 从家长来说 它是现金的增加 一点点增加 增加到了一半 那对于孩子来讲 他那你二十二十四 一是多少 然后 三 他没有到这儿 就跳回去了 那其实 光看这几个点 是这种情况 你给孩子看 从那儿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增加 它越来越 越来越远 就证明它 能慢慢地走 如果把中间还有状态的话 就是 比如说零点五个小时 一点五小时发生了什么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逐渐地远的一个过程 可是到了两个小时之后 往回翻 中间又发生了什么 是越来越 到了两个小时之后 它是往回翻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越来越走的 它是往回走的 那就是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 如果往翻这个图的话 就是 我们把它写开 就是船 出发 两小时 后 到达 24千米处 立刻返回 这为什么是立刻返回 如果不立刻返回 它应该停留在 有的 提的话 它会直接给你一个平台 再放在这 完了再 再返回 再返 那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情况 这再简单就成一条线了 一直去换 就是立刻返回 反 返回 这不叫三小时后 立刻返回的话 如果立刻返三小时后 其实是一个小时后 一小时后 一小时后 到 不发点 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去用了两个小时 这个 回来只用了一个小时 就是 回来更快了 回来更快了 这其实还是隐藏的一个 铁 为什么回来更快 就是回来的速度 变快了 那就是 让它出发点 这里就是 去 是 速度慢 叫什么 溺水 回 叫顺水 顺水和溺水 唯一的区别 就是速度快慢 它不是说时间长短 用的 有的孩子一看 这个用的时间长 用的时间长 这个大 大的话就是 我顺着水去的 腻的水 或者说 看这个坡度 这个回 从这儿出流下来 怎么 这个 这个 这个很 很大 这个三角形面积很大 这个 所以我就顺水 所以就溺水 但其实不是 你要一步一步的推到 把它推到这个正经的地方去 去的时候顺水 回来的时候溺水 你看这道题问什么呢 它如果只问你这个水的速度 船的速度 这个又是简单 但是它不这么问 这个都是我们推测出来的 这个其实都没有 它给你的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东西 它说 给了这个 它问 如果 零时刻 零时刻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开始 出发时 是 终点 什么叫终点 24千米处 终点 有 同样的 同样的 传 传 起点 开出 出发的时候 这个 这个是一艘船的样子 刚才我们分析过了 它是一开始 然后 这个 腻的水上去 为什么腻的水 时间长了 然后再顺着水 再漂着 再花了下来 那这个时候 它就不是一艘船 它两艘船 就是有同样的 船 就另一艘船 从这个 终点 向起点 开出 就是一开始 它有一个 另外一艘船 在这一个时刻 另外一艘船 从经典船 这就不能看这个图了 你要是看这个图 就是说 这儿有一个船 其实不是 这儿有一个船的意思就是 两小时后开出了 另外一艘船 人家是 从这样开出来的 你要看图 应该是 这个样子 这是另一艘船的 另一艘船 零时刻的时候 距离 7.24 在这儿 完了 开出来 开出来以后 你就不是说 两个小时就 到了 比如这一小时 两小时 三小时 如果是 同样的船 开出 发生什么情况 同样的船 这一艘船 24000米处 往起点开 用了一个小时 所以那个船 也应该用一个小时 应该是这样 到这里 好 这是另一艘船的 另一艘 的样子 其实是这个样子 这个时候 这里面就有陷阱 容易被迷惑 有的就指着这儿 指着这儿 也会说 这艘船这么开过来 这艘船这么开过来 这不对 这艘船应该是这么开过来 这艘船这么开上去 问 相遇处 距离 距七点 多少 那相遇处呢 就是 同时这么开过去 这么开过来 它往过开的时候 那另一艘船 就是这样的 一个轨迹 某一处相遇了 相遇了以后 它继续往前走 它另外一往前走 这个地方 距离 七点 是多远 变成这种问题了 你这里面每一个细节都讲过 就是之前那个旅人算的 你等于把它全捏合在一起 支给一个这个图 这个也没有 这个是我刚才自己画出来 那么虚线也是没有的 这个也是没有的 这也是没有的 就是从这个直接往这边走 这个就相对有一定难度了 里面有各种陷阱 当然我要写得这么明白了以后 你要算的话 就好算了 它也没有问你这个船数呀水数呀 这些其实都不用算了 那就是两艘船 两艘船同样的船 一个顺水一个溺水 那就是现在一艘船 从上往下走 它是溺水船 溺水船应该是从零 溺水船 速度 速度是多少 24千米用了两个小时 就是12千米 分量来24除以2 从零到24千米这样走 那个是从24千米往零这么走 那就是顺水船 这个速度是多少 一个小时走了24千米 那就变成了两个旅人算一样了 两个人然后相向而行 什么地方相遇 相遇问题 用这个24千米除以12加24 这个之前我讲过 这个式子怎么引导过来 像上一次 就出不掉了 等于多少 这个是时间 就是244千米 如果相向而行 用作三十六分之二十四 除以12的话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小时 出发三分之二小时以后 遇到了从上游来的 那么它走了多少 距离多少 8千米 这个距离是8千米处 遇到了上游来的船 这个就是流水船里头 相对困难一点 但是一步一步都给它衔接下来 这个胶排这的话 这么一步一步的画下来 这个不敢马虎 其实这个你要列式子 它很简单的 如果能看明白这个签算来速度 不要这样 但是如果直接从这个 只有图 你往下一步一步推 就有这个埋伏 好 下面就把上次的第五道题 上次没有题 上次就是 不是视频第五道 就是我在群里面 发的练习的第五道题 怎么加我群 就是你直接加我的 这个视频介绍里面的微信号 然后我把你拉到这个群里面 群里面现在 两百四十人 每天大家都讨论一些 有趣的话题 育儿这个教育为主 上次这道题比较有意思 第五道题 出题的目的 可能是为了衔接 这个比例方面 但其实解这道题的话 也不一定非得用到这个比例 不用比例 反而更直观一点 我感觉 当然这个也需要 很大的耐心在里头 一个跑道 A B C ABC是一个跑道的三个点 这什么意思呢 胸从A点出发 B从B点出发 非常好 这个给了你几个条件 好 第一次 第一次 直接 八分钟 之后 兄弟 第一次 相遇 又过了 又过多少时间呢 六分钟 凶到 然后 答 地点 地点是什么地方 就是地点出发那个点 就这样走 好 又过 十四分钟 兄弟 第二次 相遇 与 C 就是 C点有没有 无所谓 就是 意思第二次相遇 画个C 就是让你更 更简化一些 直观一点 就是什么叫第二次相遇 就是第一次相遇 B来在AB之间 它从A走 B走 某一个地方 相遇 然后完了以后 胸继续往前走 到这 B继续往这边走 AB之外 的某一个地方 C点画在这 就是它按道理说 不画也行 那就更难一点的话 相遇于C 问 胸 多长 几分钟 可以 走 一圈 一圈反应 就这个大圈 它各个几分钟 可以走一圈 这个真的需要耐心 这一步一步都不是 典型的这个 旅人算的问题 它这个存在各种的换算 我们看 这有几个条件 一 一 二 三 这样吧 1.8分 就从 他俩出发开始 八分钟之后 兄弟第一次相遇 我们展示说这个地方 相遇到了一个 我们ABC都有了 我们把它说成地点 在地点相遇了 相遇了以后 又过六分钟 兄弟到达 B点 意思就是 他哥哥从这 从A到B 他不管地点在哪 A到B总共用了多少 6加8叫做 14分钟 是吧 然后 到达之后 还往前走 又不用了14分钟 走到这 那我们就看这巧了 他就说 他个A到B和B到C距离 好像一样 这个没用啊 你A到C多远 你也不知道啊 所以不能那么推 就是 主要看他弟弟 他弟弟是往这边走 是弥补的 你要想知道这个A到C 弟弟怎么弥补的 你要看 还要把他弟弟给他弄进去 那通过前两个 我们知道什么 就是8分钟相遇了 过了6分钟到B了 他D也一样 就是 他D走了8分钟以后的路程 然后到D之后 过了6分钟 那肯定到不了A 为啥肯定到不了A 就是 走完8分钟 他 弟弟走的路程 他弟弟走8分钟走的多少 我们来这里来写个明显一下 首先 我们如果这里有个D的话 就是 胸 A到D 叫8分 8分 B 弟弟 B到D 也是8分 因为他也是8分 相遇 他就光说了一个 我们两个8分 相遇就意味着 他俩都走了一个时间 完了以后呢 胸不停 然后 D到D 用多少 6分 哎 D到D D到D距离是一样的 他弟弟用8分 他哥哥才用6分 这就什么意思 这就意味着 胸 用6分 可以 走 第8分 的路程 谁走的快 他哥走的快 他6分 他走了 他得走8分 为什么是这句话呢 B到D B到D 这都一样 他俩走了8分 那么 到这就好办了 我先把这个先留下 然后这6分 可以走8分 那么用 那这样呀 用 我把它 可以约分了 用 3分 可以走第4分 的路程 的路程 这个跟上面没关系 这就是直接的条件 那6分 走8分 3分 就只有4分 所以他这个 这个留在这 好 完了呢 又过了14分 第二次相遇 又过14分 就光看他哥吧 从D到B 走了6分 之后 我从B 到 用 从B 把他继续往前走 到C 用得到14分 中 弟弟 从B到C用了14分 弟弟就不知道了 弟弟的话 你 他哥走到B之后 弟弟指不定走得了 他应该是肯定没走到A 因为他弟弟走得比较慢 但是走到哪儿都不知道 走到哪儿都不知道 那就是 14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从某一个地方走到了C 这时候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什么呢 是从D 走到C用到的 就是第一次相遇 是8分 我如果他弟弟从D 往C走的话 就是比如说我这里有个E 他弟弟怎么走的 这个8分 从这个8分钟开始 6分钟之后 又走了 这是哥哥的路程 他弟弟到了D 在这地方有个B到E 那他也是6分钟 假设是6分钟 完了以后 从E到C 为什么E 就是他哥到了B的时候 他弟弟到了E 可不就是6分钟 从E出发又到C 也是14分钟 为什么是14分钟 两人正好相遇了 他就到了C 他也就用了14分钟 他到C也用14分钟 所以第一次从头出发 总共用这么长时间 然后总共用这么长时间 我们这里就看看明白了 他哥哥从D到B B到C 那就是这两个合线 D到C 用多少时间 20分钟 为什么是20分钟 经过B 我就不看D了 我D到C用了20分钟 这个也一样 DEC DEC这样走 DEC很一样 就是D到C 用的多少 也是20分钟 那一圈是什么 一圈就是 这个到这儿 就是胸20分 这个到这儿 就是D20分 那要胸要想走完这一圈 至少得花20分钟 这是肯定要有的 他不仅自己要用20分钟 难道他40分钟 他20分钟 这个不一样 刚才我们说了 DD用20分钟 这个走的路 他哥不一定要用20分钟 所以我要问的是 他哥 绕一圈要多久 那就是绕一圈 从D绕到C 至少要有20分钟 然后就要看 这个DD走完20分钟路程 他D 就是DD的20分钟 相当于他哥多分钟 刚才就要用到这句话了 好 DD的8分钟 他哥用6分钟 DD的4分钟 他哥用3分钟 那我们就从这句话 往前推 就是DD的20分钟 他哥用几分钟 4分钟 每过4分钟 他就要用3分钟 20分钟 那8分钟 就往上加了 12多少 12就又加了4分钟 他这边再加3分钟 9 他这边再加 就加到20 是多 15分钟 这就成了那个 你不要把上升到比例那么轻 你就不要跟他提这个比例 这个事就行了 这个从这就可以直接推上去 它是 它这个你 概念是比例 但是其实还是二年级的数学 是乘法 4分钟过去了 8分钟过去了 他用了3分钟 他用了6分钟 那12 16 20 就好推到了15分钟 所以说 这个是DD的用了20分钟 但是胸只要15分钟就够了 就是从D到C 15分钟就够了 他用20分钟 从 这个也是D到C D到C 这么走 从20分钟 完了以后 他弟弟这样走 用20分钟 如果他哥哥 把他弟弟20分钟的路程走来 他只要15分钟 所以这个地方 20加15 等于35分钟 好 35分钟 做完了一圈 那这个就是一步一步 从这样列下来的 你第一开始 假设 这就遇到了D点 A到D8分 B到D8分 那根据这个条件 D到D6分钟 你又过6分钟以后 到了这儿 然后根据这个和这个 可以推出来这个东西 一步一步往上走 6 8 3 4 对应的 然后 继续往前走的话 假如说他到了 他哥到了B 就是到了E 6分钟就过去了 完了他从E再往前走 到了C点 14分钟过去 根据题目 这个从B再往C 又是14分钟 就是 这我们就把一圈就画出来了 他哥哥 D到C 20分钟 这边也正好 把E弄了以后 这也出来是D到C 但是这两个D到C是时间相同 但是距离不一样 为啥距离不一样 他两个人一个快一个慢 用了相同的时间都过去了 所以说距离不同 然后D到C 就要把这个换算成 他哥哥走了 就要用这个条件 给他换算 换算成了以后 先走了 下半圈走20分钟 上半圈 那个路程 他弟弟走到2 他只要15分钟就行了 他虽然还没走了 就是 假如他走的话 就要15分钟 所以他总共用 35分钟 以上就是 之前的那道题 当然 大概等一下用比例 他这个题的话 还是想要用比例来算 要用比例算的话 就是 比这要简化不少 到底还是这个道理 第一步就是 兄弟 速度 比 速度比是什么呢 从这就比判出来 第一次相遇 完了他6分钟到地 是什么意思 他6分钟走完了 兄弟是 哥哥6分钟走完了 弟弟8分钟走的路程 所以这个 哥哥的速度 就是6分之一 比上8分之一 这个等于 4比3 好 这个速度快 这是兄弟的速度比 当然为什么6分之一 为什么8分之一 之后可能有几张 做比例之后说 然后 这个完了 然后又过了14分钟 走到了 谁 这个到底是样的 他是 14分钟 14加6 就是从D到C 20分钟 等于20 20分钟 兄也用20 D也用20 这是D的20 走组分的路 兄用多少 就根据这个比例 它的速度是 它的速度比是4比3 所以这个 它的20分的路程 就是速度比的分之一 就是时间比 就是那个 凶用的时间 20乘以自己走了一半 加上4分之3 4分之3 根据速度比 速度的比的反过来 就是时间比 但4比3 那个时间比是3比4 等于20 等于20 乘以4 4分之7 等于35 你要是给一般的这个 呃 CT机上 很可能直接就给你 干这个事了哈 这 一二三步 三步有的时候更过分 这个也不要了 两步 这谁能看懂呢 给了小孩 说说我这什么什么 假假 这这这成成哈 这什么原因哈 这个就是 一般的问题哈 你到 他讲旅人算不假 但是他背不出几条 这个出几条 这个还不给你好好的 这个画 这都没有 这上面都是我画的 他就是 到时候这个 这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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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更没有 对 对对重招 顶多给你个C 我这连C都不给 然后直接就来个这 然后解答的时候 直接给你来个这 这麻烦了 这个给大家也看不懂 家长看懂了以后 没法跟孩子说 这你得破多久 说的话 你只能说硬跑 或者速度比 速度比直到的以后 这个有意思 这个画能跟你说 就不错了 要不就这样 这就更多分了哈 这什么东西哈 瞬间出来一个 不知道是啥 这是4比3 本面4本之3 对 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你 呃 确实需要帮助 家长也需要帮助 我这个视频 大概就是干这个事情 以后大家要是遇到了 任何问题 在群里面 大家可以集思广益 呃 一起来把它 那个 弄得更接地气一点 向下一点哈 嗯 更利于低界 好 呃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关注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